苗栗大浦的四户农家原本预定明天要被强制拆除 不过经过自救会连日在行政院前面激烈抗争之后 今天中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副总统吴敦毅亲自打电话给苗栗县长刘振宏 要求暂时不要拆除 并且明天也将会召开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会 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针对大浦农地拆迁问题 苗栗县长刘振宏三号还强势的表示要拆除 行政院在四号上午院会后的记者会 也表示必须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 但四号中午副总统吴敦毅致电刘振宏之后 情况却出现戏剧性转折 吴敦毅五号将重新召开协商会议 寻求解决方法 今天早上我们吴副总统 有分别致电给这边 还有苗栗县刘县长 大家坐下来 把最近争议中的四户的状况做一个厘清 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应该会有转机 而且应该会比原来 大家所担心或忧虑的状况 会有更好的发展 吴敦毅表示 这四户农民不是道德上有问题 也没有做出违法的事 只不过土地突然间有些要做经济上的使用 有些要作为农用 这中间产生的是比较上选择的问题 希望能想出兼顾法理情的解决方法 明天下午我们会就这个案 再寻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既能维护公共安全交通的便利 又能不妨害它整个园区完整性跟进度 那怎么样能够也照顾到这四户 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 应该设想他们所处的环境 不过对于这样的结果 抗议团体并不领情 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信守先前的承诺 保留这四户农家 而不是只答应明天不拆 或许改天又要拆除 UDN TV综合报道